宝塔组合在被拆散,恒大展建业首发曝光,卡帅轮换季最强阵追分,本周中中超进行一周双赛,在上周末遗憾输球的恒大将继续做客挑战建业,自从上场输给亚太之后恒大目前已经落后榜首国安6分,虽然还是少打一场但考虑到后面赛程将连续对阵六大强敌,恒大的争冠形势已经岌岌可危, 在面对实力较弱的建业必须全取三分,为了备战明天的比赛,恒大打完与亚太的比赛后,并没有回广州,而是直接提前去到郑州准备比赛,据悉在训练中卡帅足足写了失业纸之多的赛后总结,并且逐一要求队员们进行改正,本赛季恒大屡屡在弱屡身上失分,尤其是建业这种作风,比较顽强的球队恒大更加不可掉以轻心, 目前恒大拳队已经没有伤病,在这套连续使用,六五场比赛的阵容中卡帅也准备好轮换,防线方面门将继续游层城把守,两名中内是冯霄亭与梅邦,左右两个边后卫是张林鹏和李学鹏,虽然上一场比赛最后的两个失球都备受争议,但由于邓涵文等人被抽调到郭奥参加押运, 因此卡帅也没有太多调动空间,中场方面保利尼奥与政治最近状态都非常稳定,他们如无特殊情况,也将继续镇守球队中轴线,前场方面卡帅就拥有更多轮换的空间,已经连续多场没进大名单的阿兰很可能在本场比赛不出首发, 而被替代的则是最近状态,有所下滑的塔利斯卡,高拉特会回到前腰,位置负责进攻组织,两个边峰位置杨丽鱼和高林将根据一左一右,前者在上轮表现出色,打进自己家门口的处子球,而高林在上场仅仅打了四分钟零显卡,率是希望他能流利去打戒业的比赛,希望在轮换新鲜血液后恒大能焕发出更强的能量,一起颓势, 感谢观看